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已经到达昌江县 我和大哥还有顺子现在在一个农田 我们现在迷路了 他朋友发的那个定位 小路没有 现在我们又要出发了 还是要沿着这条小路途 这里就是海南岛的农村 除了芒果 能就是这个甘子 好大的芒果 但是还没有熟 这个东西应该不是芒果 没有这么大的芒果 好像应该是木瓜 现在我们还是处于迷路的状态 顺子这边要用无人机飞一下 找一下一个火龙果园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路上是找不到的 一直走 他他边走这边的时候 他把公棚园是在那边吗 你从那边进来是吧 对 从那边进来 哦从那走进来 看到公棚了是吧 就是幼祖地他们住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机器在那里 那里有一个什么公司 就是啊 那个木瓜 对 幼祖地的老板嘛 然后应该是走那个水泥路 跟着水泥路过去 我也不懂那边 反正走那边就有个小桥过去 他要远路返回 走那边就返回去嘛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 我看那边 他那边上面就有路了 他走不过去 这里是水泥嘛 走不过去 行 谢谢了大姐 不用 大姐这是木瓜吗 是啊 哦 这是木瓜 就摘几个 第一次讲 谢谢了 谢谢了 不用了 再见了 大姐 还是原路返回啊 现在已经有点多了 这个迷路之南路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最处的位置 这里是一家公司的一个果园 全部都是柚子周围 这个果园实在太大了 我们也走不出去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边等一下 他大哥的朋友等于会可能会过来接我们吧 我越看我这个轮胎啊 越是太给力了 都S型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然后这里已经出动了 这个轮胎的线已经断了 然后明天早上或者是今天晚上的时候有空的话 我要处理一下 这个轮胎已经变形了 都这样了 这边还鼓出来一个包 这个外胎已经废了 要找地方换一下 还有就是里面的内胎也可能已经坏了 之前晒了三个月嘛 那个打结的那个地方可能是晒爆了 一充气的话变形 然后一直磨磨磨磨 把外胎也磨坏了 它里面是不平的 充气完了以后 刚才这个气特别大 我还放了一下气 要不放弃的话 我担心今天真的要爆胎了 挺好玩的 等一会儿吧 我也不见过这么多的果树 这个全部是那个什么呢 我又忘了 这个是柚子 哦 柚子 对 柚子能 那边木瓜什么 甘蔗 还有菠萝 好多南瓜什么的 杂片一大 特别大的一个农业区 对对对 在这里都能闻到很多果香味 想吃吗 下地去摘吧 刚刚那个阿姨说 让你摘几个木瓜走 你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 等一会儿不要急 出发了 大哥的朋友过来了 我们准备去他的国场 这里是一个农场 我和大哥还有顺子 已经来到五哥的这边的农场 然后这里有临时搭建的 这种小帐篷 都是竹子 然后简单搭建的 工人用的 然后现在 工人都没过来 过年的时候 可能会过来吧 我们先三十在这里住两天 帐篷先搭在这里的 这间房子是大哥的 我和顺子两个人在这间 装备什么的 基本上都拿进来了 把该冲的垫什么 都已经冲上了 还有这些 反正是放来大堆 这两天把衣服什么 我们在这边都洗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